你們的鍵帽的材質是有分嗎? 有有有MAS,PBT,還有一個 我應該是用Mini Mini 2吧 對對對 所以你想找鍵帽是吧? 對啊我不知道有什麼差 因為我覺得我目前那一個是有點 太薄了嗎? 那我知道了,那我來跟你介紹一下 這邊兩款再加上一個 好,我帶拿給你好了 基本上你們在這邊看到的鍵帽會有兩種的材質 一種是常見的ABS 應該就是你現在講的那一款 那這一款的話就是提名所謂的PBT 這個的話它的特質是它比較薄,成本低以及就是常見跟比例 那你可以問它的手感是比較光滑的 對,它是比較光滑的材質 那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亮手 那比較OK 那另外它的缺點就是 上面不是如果有字的話 可能會被我們的手汗或者是油汁 去把它抹面掉 是長時間使用的話 它算是刻上去的還是 對,這個是 我確認一下 這個是刻上去的 對對對,這個就不是硬手 所以這個可能會再抗耐磨一點 對,但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個鍵帽能夠 如果要壽命延長耐用的話 我們會建議選PBT的材質 它摸起來它的紋理會比較 對,它的紋理會比較粗糙一點 但是它就是好處是耐磨的 然後它有一種鍵帽就會是 我們家這種是自己 因為這種的話基本上 這種鍵帽就是我們家自己開模製造的 但它的刻度跟PBT一樣 只是它的造型就是 比較圓 比較圓 比較圓的造型 它就是三種的區別 三種的差 三種種類 它都有翻售 對,都有翻售 可是你可以選擇 然後如果你想找 那如果你想看鍵帽的話 那邊左邊上的 左上方是我們今年新出的 鍵帽配色 不同材質 打起來的聲音也會不一樣 對,桌體也會影響 那像這一款的話 是我們第一次在Computex樣像的新的 你說這一個嗎? 對對,就是我們的Party 這是它的分解圖 喔,你說整個是新的 對對,就是第一次樣像 然後預計是在今年的 大概Q30上市 OK 它自然就是 你現在看到它這個分解的零件 大部分的零件 是你在購買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選配 就像你在選台時 就是客製的話 有點像 就選配配 然後 比如說像這樣子 它這個是我們鋁合金 基本上它也很有一定的重量感 那是來自於 因為我們的材質 外觀是使用 基礎件是使用 鋁合金 用CNC的工藝去製作 比如像這一塊 它不是裝飾 它真的是一塊 卡邦Biber 單纖維版 這也是可以選擇的地方 對 那它裡面像是它的 高高精英綿的材質 還有它軸體裝的那個 金屬版 你們的軸體都還是CherryMX嗎 還是有其他的 大部分都是CherryMX 可是像這次比較普遍 它是代加龍的那個小袋鼠 OK OK 所以它們的軸體裝 所以它們的軸體裝 其實有軸體裝 沒有做過軸體裝 那你們的那個 Stabilizer都是一樣的嗎 Stabilizer 就是它裡面 這個比較長的鍵 它不是有那個 衛星軸嗎 對 衛星軸的話 比如說是 如果我們是這個 這支鍵盤是用Cherry的軸體裝 Cherry的衛星軸 OK 所以它們有做自己的這樣子嗎 應該是這樣子 沒錯 我覺得你也 應該比我還要多 沒有沒有 因為我 我的空白一件 有點晃 這個應該就使用了耗損的關係 那它原本就已經有點晃了 你說一開始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剛購買的時候 對啊 就 這可能就是 因為我買兩個 就也都一樣 那如果這樣就吃的話 那可能就是 原本就長那樣 OK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小事說 好 我會再看看那個 OK 對對對 它那個尺寸是都有嗎 目前的話 因為我們目前是用60 對 60的話 那這個 這個是那65 對 這個就有方向鍵 對 那我們 Project D的話 我們目前是以65% 先出這個尺寸為主 但 目前只有 對 因為它 這個系列剛 準備要上市 拿了之後 我們看了之後的反應 那如果好的話一定會加開 OK OK 好 那就敬請期待 OK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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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